第六百九十集 足可以自保 虽然远远不如你 但也是羽化门的天才妖孽人物 这里是一枚福禄 我若有事情 福禄就会传递神念 而且福禄之中有我的一丝残魂 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可以在福禄上重生 当时候你可以来扶持我 哦 本命福 方寒接过了这张福禄 发现是一片青竹制作的福禄 在福禄上刻画着一盏油灯 上面隐隐约约有虚目云的本命气息 把这本命福交到方寒手里 等于是道持剑锋受人以柄 可以见得虚目云有多么的信任方寒 不过虚目云此举却是非常明智 以方寒实力之高 保存他的本命福禄 可谓是相得一张 根本不会出什么问题 看来 你要去虚家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不过 虚家也是王者世家 你回去做家族内部的事情 我不好插手 不过 有什么危险的事情 就通知我 我会马上赶到 方寒神念一动 一股强烈而磅礴的奥义 传递进我的虚目云的脑海之中 这是虚皇不败大战胜法 我虚家 已经失传了的道数 只有天庭才有 虚目云惊喜起来 不错 我得了不少珠黄武经中的武学 这些武学 传授给你也没有什么 你喜喜参舞 好处无穷 方寒传授过武学之后 大修一挥 收了俘虏 转身就走 他离开虚目云之后 就利用大株的传送阵 又花费了一天的时间 回到中州古城 进入了羽化门 羽化天国之中 自己的洞府 降神封上修炼 而虚目云 则是中途并没有回羽化门 而是去了自己的虚家 虚家在虚州 也是一个不亚于中州的地域 辽阔的金仙药飞行数年 才能够跨越 虚家在虚州之中 是巨无霸的王者世家 虚目云在虚家的地位颇高 这次他得到了好处 是为了在虚家争夺东西 或者是要报仇 至于到底是要干什么事情 方寒也没有去问 这是虚家内部的事情 他没有这么多的闲情意志 回到羽化天国中 许许多多的核心弟子大金仙 来来往往 有的是完成任务回来 有的是三五成群 呼捧饮瓣 游山玩水 领悟道理 不过 这些弟子看见风源回来 都或多或少 有一些躲落闪闪 似乎是害怕 在短短的时间之中 方寒挑战顾长风 大战相一针 已经确立了威严 不过 方寒也不在乎 这些弟子的态度 在他的眼里 羽化门这些金仙弟子 到他外面去 虽然个个都是绝代霸主 但在神域执法弟子面前 都是一个个的楼仪 更别说在他的面前了 他现在甚至想见识 见识一下 羽化门中的一些圣子 羽化门的弟子 分为预备弟子 外门 内门 真传 种子核心 最高一级的 就是圣子了 圣子 个个都是超越了金仙的存在 不过 他现在并不准备去碰那些圣子 得先好好消化一下 这次所得 进入了相神风之后 他斗手之间就打出了九九八十一道法印 化为许多团精芒 围绕着山风旋转 布置成厉害的进法 再散入空中 然后 他在神风内部开始入定 调理补天炉的元气 准备开始魔鬼式的训练 雷帝天轩按照补天炉 制造了万命雷池 不过 我却有真正的补天炉 虽然还只是中品仙气 但是却真正的酝酿出了补天真气 可以进行魔鬼式的训练了 方寒在内部把降神风彻底封印起来 让外界感受不到一丁点气息 与此同时 他把手一挥 补天炉就飞了起来 化为一寸方圆数百里的巨大丹炉 耸立在山峰内部 里面无数元气沸腾着 演变着 成为了一种补天真气 这是方寒足足融合了数十件上品仙气 不知道多少件中品仙气在其中而产生出来的 击杀了慕容氏 金叶玉 穆叶君 神域八大执法弟子 获得的宝贝 全部都融入了其中 补天真气非常玄妙 可以断续一切 给人以无穷无尽的生命 修复一切伤势 当然 现在方寒画出的补天真气 只能够对金仙有用 再上去就不行了 一尊祖先如果法则断裂 是补不上来的 但是 以后随着三十三天至宝的晋升 补天真气 也会越来越玄妙 补天真气 补补苍天 方寒脸上显现出笑容 突然一步踏出 嗚 虚空裂开 被他的拳头打出了一道虚无的长河 整个将神风内部都开始破裂 他打出了三十三倍战力 一次 两次 三次 十次 百次 千次 大量的灵脉元气燃烧着 方寒在几个呼吸之间 把自身的潜力 发挥到了最大的极限 一连打出了三千次 三十三倍战力 蹦 体内晴天柱式的金仙法则 一下断裂 爆炸 化为了无数道和房屋大量一般粗的金仙法则 到处飞舞 方寒脸色苍白 差点晕死过去 连续施展三千次三十三倍战力 是他的极限 这一下施展 足足有两条一阶灵脉 被全部燃烧掉 一条一阶灵脉 化为原始单 就是上千亿 一阶的灵脉 起码都是上十兆 甚至数十兆 方寒这一下 就直接损失了如此之多的财富 不过 他不在乎 有了一条王阶灵脉 这些财富 都是小意思 金仙法则断裂 由警登库 方寒突然一下 跳跃进入了补天楼中 吸收着补天真气 运转起了一门门的秘法 身体之中 那金仙法则就再次凝聚 比以前更为坚实 体内的金仙法则 化为了两根晴天之柱 一根好像脊椎一般 支撑着整个身体 另外一个呢 则是在自己的四肢之间扭曲着 从补天真气中 跳跃出来 方寒再次催动 三十三倍战力 一天 两天 十天 方寒就隐居在这 降神风中足不出户 一次又一次的 断裂身体中的金仙法则 又用补天真气断续 重接逆天之路 每一天 他都要经历多次生死竭力 游进灯窟 但是每一次 在补天真气中沐浴 他都会浴火重生 佛陀涅槃 变得更加强横 身体之中的金体神国 更加的晶莹璀 其中每一枚金体神国中的神灵 更加清晰 更加的有灵性 一股股组织玄傲 在他的所有神国晶体之中荡漾着 他的战力 经过十天的磨炼 差不多已经全部消化了 在鬼舞圣君墓穴之中的所得 稍微一栋念头 各种武学奥义 诸皇武经 滚滚而来 纪元神权的力量 也是越来越强横 在这十天之中 他把所有的一阶灵脉 全部都消耗以空 只剩下了海猴圣泉眼这一条 当然 还有在治天门中的那条王阶灵脉 这一条王阶灵脉 是怎么都无法消耗完毕的 相当于数十万的一阶灵脉综合 恐怕是方寒到达祖先的境界 都可以一直用下去 十天过去了 那补天炉之中的补天真气 也消耗得干干净净 方寒这才放弃了修行 补天真气并不是无穷无尽 这就和万命雷池有区别 毕竟那万命雷池是天君锻造出来的 经过了这十天的修行 他把所有的武学奥妙都融会贯通 条条傲义 荡漾在心中 他的肌肤再次恢复了润泽 四肢随意一动 就可以看到 皮肤深处隐藏着亿万神灵 他身体稍微一动 散开 就演化出了一个类似于神界的存在 无数神灵在其中泛唱 无数的诗歌 赞歌 命运之歌 在其中回答 化身为神灵之洪流 淹没一切 他现在感觉到 自己举手投足之间 就可以撕裂无常那样的祖先 完全可以跨越境界挑战 各种武学随意挥杂 没有丝毫阻碍 行者无将和自由之意完全结合 化为圣人烛日的影子 速度可以和传颂古镇媲美 一个大周 一日之间就可以飞跃 随意一口气 就可以把一尊金仙杀死 随意弹指 就可以让无数金仙下跪 甚至 他体内的一枚精体神国飞出来 都可以把金仙镇压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力量到达了一种什么恐怖的程度 如果现在碰到了无常 只一招 就一招 就可以破掉万法 把其击杀 此时此刻 方寒已经不是人 而是众人诸神汇聚成的祖灵 万神之祖 万佛之宗 万仙之王 万魔之皇 雷帝天君这样的训练方法 果然有效 可惜啊 可惜 我的补天真气不够了 练花了那么多的上品仙气 中品仙气 王品丹药 都消耗一空 否则 我这样一直锻炼下去 会强横到什么程度 感觉到自己还有近身的余地 可惜 补天真气没有了 方寒连叫可惜 补天真气这种 一大部分都是才育的金仙法则 打破化为了液体 现在要增加补天真气 唯一的手段 就是去屠杀金仙 掠夺金仙法则 不过 方寒并不是魔头 虽然杀人不眨眼 但却都是要别人杀自己的时候 他才动手反杀 无缘无故去屠杀 却也不懈去做 看来下一步 要积蓄更多的补天真气 继续魔鬼式的训练 只能够去斩杀一些穷穷恶极的老魔头了 比如那白骨老妖 多斩杀这些人 多多容颜补天真气吧 方寒站立起来 脸上显现出了强大的自信 他刚才也尝试着冲击祖先 不过 这一筒的关卡 晦瑟难通 倒是真不容易参悟的出来 而且实力越强 越难以打破规则 不过他现在不急 经过这一番的锻炼 基本上所有的奥义都运转了起来 深藏在心中 现在就差人们一脚 最后的一下顿武 就可以化为祖先 超过金仙 踏入天界 真正大人物的行列 把将神封的封印打开 方寒身体一动 感应了自己的几个傀儡 在各个洞府之中 吸收缘起 不由得满意地点点头 当初 项一针的唯一针叫几个弟子 前来驱逐自己 被自己击败之后 用傀儡 占领了他们的洞府 一直都在吸收缘起 项一针在那天被自己击退之后 似乎在修炼什么魔功 业地神权 并没有来骚扰 而那顾长风 并没有在羽化天国之中 似乎是到别的地方去修炼了 至于羽化门核心种子 弟子之中的许多强大存在 如燕西归等人 也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方寒一眼望去 并没有看到什么强大的气息在吞吐 荣炼补天真奇 必须要蕴含金仙法则的东西 中品仙气 上品仙气 王品仙丹都可以 甚至是佛之 不知道金仙级别的佛陀佛之 炼制成的补天真奇 有什么效果 方寒随意环顺了一圈 突然心中一动 因为他看到了 在这洞府四周空中飘荡的佛之灯 其中灯油已经燃烧了大半 他枝头一抓 一团灯油射了过来 丢入补天炉中 不停地旋转 化为了一团纯青色的补天真奇 切入身体之中 一阵清凉 带着极乐悟道的气息 周身无比舒畅 一口清气喷出 在清气之中 无数的佛陀一闪即灭 好佛之啊 原来佛之炼成的补天真奇 才是品质最好的 金仙级别的佛陀 熔炼出的佛之 是化为补天真奇的最好材料 难怪 在这些神域执法弟子的记忆之中 每年天界和佛界开战 都要收取大量的佛之 扔入万民雷池之中 佛之是最好的补天真奇 熔炼的材料 方寒想了一会儿 决定再去红旗楼一趟 看能不能够购买到 大量的金仙级别 佛陀熔炼的佛之 有足够的补天真奇 进行魔鬼式的训练 方寒还能够进步 提升战力 他一步跨出了羽化天国 到达中州古城中 又寻找到了红旗楼 他拥有红旗楼的 客卿契宗长老的令牌 可以随意出入 不过 中州古城的红旗楼的所有弟子 基本上都认识他 一看到他进来 都客气得不得了 个个都好像看到了大爷一样 风契宗大人 您又来光临了 我立刻去请诸位契宗 听说 你和须木云 去海上乱深海 鬼舞圣君的墓穴 居然全身而退了 这次去鬼舞圣君墓穴的高手很多 天庭的许多太子都前去了 传闻之中 那金阁太子 玉父太子 都在其中同归于尽 雅琼走了过来 对着方寒失礼 荣光焕发 眼神中 却显现出了惊讶 消息还真灵通 方寒自然不会小看 红旗楼 带我去见你们的大器宗吧 我要做一笔大生意 做一笔大生意 雅琼看着方寒 想必 方圆前辈 你从鬼舞圣君的墓穴中 得到了不少好处 这次 想买什么东西 佛制 金仙级别的佛陀佛制 方寒导 嗯 金仙级别的佛陀佛制 这的确是一场珍贵的玩意儿 不过 做这笔大生意 倒是不用惊动大器宗 我们几位 就可以做主 觉行尊者等人 从红旗楼中走了出来 大器宗 现在正在接待一位 异常尊贵的客人 当然 冯元先生您 也是尊贵的客人 不过 那位客人 是超越了金仙的存在 而且 脾气十分的不好 那临兵斗阵四大尊者 也走了出来 不知道 您要买多少金仙级别的佛制 我要的金仙级别佛制 量非常之大 方寒手掌一番 出现了海猴圣泉眼 这是定金 你们看看 一共得值多少金佛制 海猴圣泉眼 是一团湛蓝色的眼球 化为无数的灵气 在其中旋转 那磅礴的力量 把这些器宗震得连连后退 这是 传闻之中 海猴圣泉眼 林尊者道 神归天王兽的巢穴中的 林脉泉眼 传闻海上的神归天王兽 得到了海黄的支持 到处斩杀高手 夺取林脉 你居然 把他夺取了进来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 梦入神机的 长千玄幻小说 永生 第六百九十集 是由陈颂无声 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明镜 ke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